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自云南首昆明市 我叫盛杭 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大肆的学生 我的家乡是贵州流盘水 我从小又喜欢捣鼓一些东西 喜欢动手去实践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佛系的人 就是明天睡天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兴趣驱动型的人 就是我喜欢的事我就会用尽全力去做 我的毕射是一台考冷面机 目前还在调试阶段 希望毕业达变的时候可以成功运转 给导师做一份考冷面 大学的四年期间 其实我一直跟着各种老师的项目组 来进行科研工作的学习 我待的时间最长的项目组是 Dr.Yan Minglu的宁波城市记忆实验室 在这个项目组里 我们探讨怎么用建筑的视角 去观看城市的发展和演变 一开始是想学习怎么去做research 后来接触的项目越来越多 也就慢慢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方向 所以我在申请研究生的时候 也就申请了建桥大学的建筑与城市 研究这个项目 大一进学校看到了我们学校电视台招新 进入电视台以后就学习了拍摄 剪辑这些技能 然后也拍了很多节目 有MV 有小短片 也有V电影 然后加入了武功学院的市场部做实习 在这个实习里面做了一个全新的项目 叫理工科研制 采访了很多我们学院的教授 了解了他们的科研故事 我和咱们专业的王泽晨 还有我这两个初中同学 一起主持过飞天小熊项目 在释放前的前一天晚上 唯一一块单片机的供电口被烧坏了 手头还没有相应的降压模块 我大二的时候第一次接触 真正的建筑设计的项目 然后当时觉得做得特别不顺利 觉得上课的时候 也听不懂老师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然后下课一直改设计 然后老师也觉得达不到他的要求 当时觉得特别的纠结 特别的挣扎 二十三年夏天 就是我回到老家贵州拍一部短片 本来我对自己的能力 有一些盲目自信 因为以前在学校拍片的经验 觉得自己已经算比较有经验了 但到了真正的片长以后 我发现自己的能力完全匹配不上 我想要拍的片的效果 就你刚回去的时候 你雄心壮志 你想拍一个非常好看的短片 但是当你整个实施下来 你发现你拍出来的东西 都到不了极格线 因为精神压力特别大 已经是坚持不下去了 也支撑不住了 我就想到单片机的需求电流 不是很大 可以用三级而五号电池串联联起来 对单片机进行单独供电 我就尝试去和老师多沟通 包括我在项目组也认识了很多的学长学姐 我尝试去和他们说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学习得非常痛苦 我问他们我应该怎么解决 从他们那边知道了 这些痛苦和究竟 其实是设计的一个正常的过程 就是我必须要面对这些困难 所以我在期末也就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做了科研制这档节目以后 我了解到了很多科研大佬们的故事 就在听他们的讲述过程中 我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激情 每一个教授基本上都会提到passion 你走在一条很孤独的路上 你要有激情才足够去对抗这份孤独 然后我听了以后就很受启发 在反观自己 之前的迷茫其实是不太有意义的 我喜欢什么事情 我就坚持做下去就好了 无论怎么样 我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其实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 只是我们想到就去做了 我也希望大家以后会找到一群 志同道合且富有激情的人 一起去做热爱的事 我就觉得说其实做设计和做研究 它都是一个纠结的过程 这个过程它就像是在爬山 有些时候觉得已经爬到中间了 已经看到山顶了 但是其实再往上爬 你又发现山顶它又回到云里去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过程 最重要的就是享受这个过程就行了 我觉得事情最后都会被解决 朱天文写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 叫《悲情城市十三问》 然后他在里面就提到了说 几乎所有的电影 从剧本再到拍摄再到落地 就是一个打折扣的过程 在我真正去拍了以后 我才发现原来现场是 真的会有这么多不可控的因素 有很多东西是你没办法掌握的 真正完美的影片只活在主创的心里 有缺项才会有进步 希望下一次就是能拍得更好 其实《学机械》教会我更多的是 处理问题和做重大决策的一种思维方式 我希望未来为大家设计制造 更多有用的东西 想在读完硕士之后 能继续在我喜欢的方向读博士吧 心里还是有很多故事想要讲 想要把它通过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会一直坚持拍下去 因为热爱 一直坚定地走在创作的路上 拍片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用镜头叙事的激情一直驱动我坚持到现在 设计就算是在攀登 需要不断地挑战 做设计和研究都是一个充满挑战和纠结的过程 但关键在于享受这个过程 只要坚持 相信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喜欢实践 所以一次次去尝试 去探索 只要有想法就要去实践 研发过程中每一次尝试都是成长的机会 想要成功就别停下 一次一次又一次地重复 直至抵达理想中的模样 只要我们敢想敢听 这就是我们的信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